歡迎來到Lumas Guitar 101 來到第一集就不如說一下我們怎樣令到吉他有聲音 首先我們要準備四樣東西 吉他、Jet線、M、Pick 第一步我們將Jet線先插入音箱的input 然後另外一邊插入吉他的屁股裏 第二步就是穿我們的M 然後我們可以先把所有的參數置中 然後把音量調至你的適中 這樣吉他就可以正常發聲 然後我們在彈吉他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項目 需要帶給大家的 就是我們需要放鬆和控制 所以我們首先需要找一個舒服的地方坐下 然後把吉他放在身上打開Volume 我們主要會用左手去控制我們的melody 然後右手會去控制出聲的timing 這個動作就叫做picking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右手的動作怎樣才是正確的姿勢 我們右手有一個手勢叫做ok手 很多新手都會做了另外一個手勢 就是半月形的形狀 所以大家可以小心留意一下我們中間這個洞是一個ok還是半月 不過ok手其實只是我們普遍認為一個比較容易放鬆的手勢 始終大家每個人的身體構造都有點不同 都是回歸我們的核心concept 只要你覺得自己放鬆和control到沒有任何崩徑的情況就可以了 那有ok手之後我們就可以學一下怎樣抓pick了 這塊pick吧 其實我們抓pick也有少少東西要學的 我們就會盡量用手指弓對進這塊pick的邊緣 就是這樣啦 千萬不要有這樣的情況 握得太出啦 太入啦 太左 或者太右 那就不好了 剛好包著它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右手的動作是怎樣 我們右手picking的時候其實主要會用到一個手腕去發力 千萬不要用這個手指 或者手臂去發力 這樣才會令到我們的picking去做到我們想要的效果 最後我們有一個簡單的練習 讓大家去feel一下我們彈其他是怎樣的事 這個練習我們會有一個右手的動作 下一集我們就會講一下左手需要注意的事項 還有會有一些練習給大家玩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麼想知道更加多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今集就到這裡啦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